女孩脖子上的项链 竟然和新闻播报上 死者的项链一模一样 就连划痕也完全吻合 这是父亲几天前送给自己的生日礼物 死者很可能是被父亲杀害 女孩不敢相信 上网查询资料 发现最近有十几人遇害 很显然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由于警方没有找到线索 凶手依旧逍遥法外 带着一丝丝怀疑 小美走进了父亲的房间 一番搜寻 她竟然在父亲抽屉里发现了麻醉剂 翻开相册里面全是受害人的信息 小美看着眼前的一切 感到一阵炫雾 难以置信 难道父亲真的是凶手 她赶紧将相册放回原位 将麻醉剂偷偷顺走 这时父亲刚好去车赶回 小美强装镇定 和父亲看电视吃冰淇淋 由于太过紧张 摔碎了碗 在收拾碎碗时 又不小心划伤了手 父亲并没有责怪她 而是耐心地为她处理伤口 她不敢相信 眼前这个如此关心自己的父亲 会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感恩节这天 父亲在厨房准备着大餐 小美走进来试图打探 她的生日礼物项链是哪来的 父亲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她 是小巷里的一家首饰店买的 小美看着项链上的划痕 怀疑这是二手的 父亲却解释道 买的时候没注意 这只是一点小瑕疵 一番试探并没有什么收获 小美觉得父亲一定在隐瞒着什么 趁着父亲出门 她来到阁楼 在杂乱的阁楼内 一个蓝色盒子里 她竟然发现大量的女人的首饰 上面还沾着血 小美感到一阵后怕 和蔼可亲的父亲真的是 冷血无情的杀人犯 发现真相的她 想尽快逃离父亲 她打电话给亲戚 收拾好东西 准备出门 可刚打开门 没走几步 看到空旷的屋外 她感到一阵眩晕 原来她患有旷野恐惧症 不敢踏出屋子 晚上 父亲回到家 小美拿着阁楼发现的首饰 与父亲当面对峙 父亲解释 这是她母亲生前留下的 小美又拿出项链 对照新闻上被杀的女孩照片 父亲依旧不承认 无论父亲怎样解释 小美依旧不相信她 甚至觉得母亲是她杀的 想到这 小美急忙往房间里逃 反锁房门 用柜子抵住 父亲在外面疯狂地敲门 父亲将女儿按在床上 捂住她的嘴 表示自己不会伤害她 女孩假装顺从 趁她不注意 准备抢走手机报警 父亲很快反应过来 当她解锁手机 通话记录上显示 女孩已经和警方联系过 原来小美怀疑父亲是 新闻上说的杀人犯 父亲软硬监视 一方面威胁小美 没有她 小美将没人照顾 被送进精神病院 另一方面又向小美表达自己对她的爱 一番操作 小美情绪逐渐稳定 父亲警告小美 警察来了不要乱说话 谈话间 警察赶到 将二人分开路口供 小美本人也表示 自己有旷野恐惧症 是自己行为过激了 就这样警察被打发走 警察走后 小美想找网友寻求帮助 打开电脑 却发现好友们都不在线 无奈只能靠自己 小美脱下鞋子 偷偷溜出房间 在客厅意外踩到一枚耳钉 忍痛从脚底拔出 小美若有所思 回想起那一盒手势 她意识到 肯定又有人遇害了 这时 听到动静的父亲 从楼上走下来 她发现小美进过她的房间 而小美发现 那些被杀的女孩 都与她母亲长得很像 听到这 父亲开始变得抓狂 她疯狂地描述着 自己如何爱这个家 恳求小美交出耳钉 赶紧去睡觉 没想到小美直接从怀里 掏出一把匕首 父女二人竟拔刀相向 小美质问父亲 究竟杀了多少人 而父亲坚信 这是小美吃药产生的妄想 她大吼 小美瞬间回忆起 那天和母亲的争吵 原来她的母亲出轨 给父亲戴了顶绿帽子 父亲趁机去抢夺 她手上的匕首 小美反应迅速 一刀划在了父亲的手上 被疼得嗷嗷直叫 小美打开门 静止跑来出去 每两步便开始投晕木穴 滚下楼梯 继续爬行 父亲手持麻醉针 在后面不紧不慢地跟着 一针扎在小美身上 昏睡过去 这个父亲太狠了 把女儿关在房间 不准她离开 她必须想办法逃出去 可四处的门窗全部被封死 小美根本无计可施 忽然 她发现天花板上 有个洞通过洞口 她来到了阁楼 总算是有了逃出去的希望 她想打开通往楼下的梯子 可梯子被牢牢锁住 无意间 又发现另一个出口 正准备逃走 父亲却回来了 一番地毯式的搜寻 躲在地板下面的小美 还是被父亲发现 小美再次被抓回了房间 此时 门铃响起 小美递心理医生来提供治疗 父亲找理由推迟 没想到小美直接走了出来 邀请心理医生进去 治疗过程中 父亲就坐在小美旁边观察着 她的一举一动 她只能借口泡茶 趁机写下球就纸条 放在了茶杯底下 可万万没想到 纸条粘在杯底 最后掉在了地上 正好被父亲看到 感觉事情不妙的她 将刚出门的医生拉回 手起刀落 医生被割吼 一旁的小美被吓得目瞪口呆 晚上 父亲收拾着作案现场 将医生的手势 放进那个盒子 小美就被捆在一旁 她似乎已经在劫难逃 这时 父亲忽然亮亮呛呛摔倒在地 晕死过去 原来小美在父亲喝的茶里 放了麻醉药 小美挣脱捆绑 再次拨打报警电话 她向警察举报了 自己的父亲就是连环杀人案的凶手 言语中 父亲突然醒来 她直接砸碎了小美的手机 一把抓住小美 将她甩在沙发上 父亲开始变得疯狂 她大喊 随后 父亲拿起一旁的油桶 将汽油泼在了小美和自己身上 准备同归于尽 正要点火 小美灵机一动 骗父亲说 自己根本没有报警 父亲这才冷静下来 小美趁机掏出匕首 划在她的脸上 父亲丧心病狂 点燃了医生的尸体 火势瞬间蔓延开来 小美再次逃上阁楼 父亲追了上来 踩在天花板的洞窿 掉到了小美的房间里 大火将她团团包围 渐渐被大火吞噬 深夜 房子在熊熊烈火中燃烧 随之而去的 还有父亲的罪恶 和整个家的回忆 原本幸福美满的家庭 却因为母亲的出轨 父亲的冲动 随着一把火化为灰烬 小美也终克服心理恐惧 逃出了父亲 又爱制造的检房 这就是美剧 深入黑暗 知危险父亲的全部内容 好了 喜欢这期视频的朋友 别忘了给我们点个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